前段时间我们曾经报道了在丰台区岳阁庄村一些卖营女占街拉克的情况 附近居民反应非常大 节目播出之后的丰台警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扫黄行动 在丰台区岳阁庄北桥东侧的岳阁庄村是一片带差的平房区 每天下午都会有一些穿着妖艳的女子在这一带徘徊 看到有男人经过 他们就主动上去攀谈 原来这些主动和男人搭讪的女子都是卖营女 记者在胡同口转了一圈 就有七八名卖营女主动凑上来 他们说自己在村里有房既安全又方便 居民们说在这里租一间二十多平米的房子只需六七百 由于成本低一些违法人员把这儿变成了他们的据点 2013年7月25号丰台公安分局治安支队联合岳阁庄派出所 开展了清理整治行动 在这儿有人或者是村仪的一律带入房所审查 咱们手里来的地图一号二号三号四场 有白狗条 咱们代券直接向入库侵查 岳阁庄村占地面积大约4000平方米 村里道路四通八达 为了有效实施打击 民警有针对性务进行了部署 刚一进村民警就发现一名站在路旁缆磕的卖营营 那人坐着干嘛的 我不是我小孩站下来了吗 我在这里 照片都有 平时也都在拍摄变化比较大 你好拍摄坐 初语前是不是 您请民警检查 卖菜领 卖菜领 拿你身份证 很不方便 这里有小孩 然后学生就在这儿 随后民警挨家一户进行登记排场 在村东头 泥处起合那一张木板旁的小木屋里 民警发现了一处卖营窝点 这是原来小姐就站街的 专门把这个小块带进来 发生性关系也没必要 冰块的银 居民警介绍下一步 他们将找来出租房房东 要求他们对租户身份进行核查登记 如果发现违法行为 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公安机关也将对这一地区存在的违法行为 进行持续打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